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中了 看到没有 不是大板鸡 就是大鸡鱼 今天我们在这个位置 还是扫子那个位置 很多钓友都说我每次都不发开耳的视频 今天咱们就拍一个开耳的 其实耳料对我来说 没啥 只要支援好有鱼 大风的香 小风的芯 搅拌 今天主线用的是1.2的 主线我现在用的是0.6的 3号海系 拍的不怎么好 现在5米4的杆子刚好到那个导影那里 哎来口了 我还在讲话呢 就来口了 这才是下去第二杆呢 钓友们现在来口了啊 是什么鱼了拉着跑了啊 来了 哎 哎呦 开脏了哦 我说 怕等一下口不好 我说换肝子了 这第二杆就上鱼了 哎 钓友们看这个鱼 哇 这个 不用担心啊 钓友们 等下我钓的鱼我会放生的啊 所以说钓友们不用担心 这个鸡鱼的话 你看肚子好大 用5米4的杆子 下的那个位置 这个没有到那个 完全那个导影那个位置 我想往前下一步 现在的话我是决定 放个6米3的杆子 钓吧 把6米3的杆子钓 再说一遍 6米3杆子 主线1.0 吃线2.8克 直线0.6 代沟拌水 调四面 看这比较好 现在我们 因为刚刚我这个水深已经找好了 在这个位置 现在我们吃了 下来这个位置 所以我们上去一点 对吗 尤其是像这种口一定要等 你看这种口吃的很慢 它不像那种小鱼 拉着就跑 这种口一定要谨慎 对吗 这种吃一下吃一下的这种口一定要谨慎 这种是大鱼 看到没有 中了 看到没有 不是大板鸡 就是大鸡鱼 小鲤鱼 小鲤鱼 看到没有 我就说 好辣的就跑 哎 多拿一圈 哎呦 小鲤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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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点比较难 我就说 好辣的就跑 哎呦 多拿一圈 哎呦 算了 算了 我就说 这种口一定要谨慎 它这种口吃的很慢 这种口一定要谨慎 一条鲤鱼 一条小鲤鱼 小鲤鱼 哎呦 鲤鱼 什么鱼 鲤鱼啊 小鲤鱼 又是一条小鲤鱼啊 荷花鲤 这鲤鱼蛮好 荷花鲤 鲤鲤鱼 鲤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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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而这鲤鱼 4-4-5兩套 不只花木剛圍 花了家園 花了 rate